這邊,這邊也有路 這是很困難的路,這邊是簡單的路 瞬間改變困難的路 這是困難的路喔 下面還有個簡單的路 簡單的路在下面 瞬間,就想要來這邊 好了,小佑,你走前面 我要看你的安全才可以 再一條繩子往上的 這一定沒有路,不要這樣想了 上去又是懸崖壁,超危險對不對 這我並不想上去 走,你走前面 頭上面還比較輕鬆 現在就慢慢的往山上走啊 從你的背往後面,拉繩子 對,朝後面拉繩子下去 對,就是這樣子 好,安全,左路 好 換我了 出發,看到有踩點 旁邊有踩點,只有踩著 然後這樣子,拉著繩子 啊,激動了 就下來了,那麼輕鬆 你也要下山了,好感人 等待就要上山了,好感人 啊 你是已經經過那個什麼 剛才那個地方都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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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看底下有沒有踩點 要看底下有沒有踩點 這就是啥呢 大好兵兩分 喔靠 還這麼踩 是不是有 刺激 刺激 刺激滿分 看啥呢 淡定的路 真的很淡定 我現在只是淡定的看著你而已 等下就換我 好,換燕子囉 剛剛就從這邊下來喔 抓好腳步踩穩就沒問題 問題剛剛燕子鞋帶鬆了 整個鞋子脫落 差點摔倒 快點往下吧 快點往下去啊 我在看路啊 又來啊 連下坡都這麼遠 這更刺激 這有繩子可以拉 我知道可以拉 但是還是很刺激 我踩一下繩子 對不起 鐵桿子 稍微做 為了生死 還有人想從那邊做一條路 在那邊 那有一根地一根幹在那邊 這應該沒路吧 這下去 走 我們繼續往這邊 喔,爬好高喔 現在來看到 從這邊 一直爬上去 爬到上面 好,快點 小優快點換人了 好,安全到達 電子用 坐在岩石 倒退法 這有繩子可以拉 這邊竿子踩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邊有施力點 慢慢的 這樣就下來了 好 現在就是往 現在就是往上面 喔,爬好高 繼續 我們看GPA開始的路 好像 應該有通 往上面的路 應該 現在走過來 風池洞 剛剛是下面的簡單的路 對對對 我想到 現在就往上到5號 5號應該會接到這邊 好 我們繼續往前面 這是困難的路 好,繼續 哇,你真是高 哇,你已經適應山裡的地形了 你已經變野孩子了 燕子塔 燕子用雙手 哇,你這個野孩子 也太厲害了吧 你這鎬 哎呀 要命之平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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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喔 要拉好 哇 哇,越來越困難 已經數到幾號了 不知道了啦 不知道數到幾號冒險了 不數了 哇 哇 燕子還要拿著GoPro 只能單手爬 休息 好,到了 這段也太辛苦了吧 輕鬆的 原本不是有一個可以接下山林 對啊 一半就好了 對對對,沒錯 好 峭壁雄風快到了 哇 哇 這一個缺角風景非常的漂亮喔 我就想看一下風景 我錯了 不行 那邊很危險 會 會 趕快過來 好 繼續往前走囉 這有一隻特別的螞蟻 它的顏色特別奇怪 您走前面 要確保安全 我們已經到了峭壁雄風了 真的是峭壁雄風 這一整路真的是超級可怕 好 往上 哎呀 哎呀 峭壁雄風到了 我猜是對對不對 對對對 往上 等一下 等一下 你需要換個方式 這可以拉 你小優上去就先勾 知道嗎 先把安全帶勾起來 好 停 你這就在那邊 把你的安全帶勾起來 好 換燕子了 燕子要爬一邊拿高波 一邊錄影喔 好 好 到了 往上 火勾到了 我的燈 這有一條路 走邊邊 好把它解開 解開了啦 我叫你勾的地方在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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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掛在你身上 好了 等一下小優婷 我們已經到峭壁雄風了喔 這裡非常的可怕 再往上喔 然後這邊 就是閑崖下方 然後這邊 這是新北市 這邊也是閑崖 所以我們是走在林線上面喔 走 林線上面 走 出發囉 走囉 你要顧好你的勾勾 你的勾勾拉上去 我發現一堆遺跡 步一步往上 好 好 嚇壁雄風 非常的可怕 還好 說 走慢一點 好 勾上面一點 好 好 立即往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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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覺得那個雲很像你的名字 衝高雲 我們已經到了 這邊上面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高 這裡非常的高喔 好 再一次 無人機 無人機 無人機起飛 嗯 轉一圈 風景非常的漂亮 不過漂亮的風景都隱藏的危險 好 往上 勾勾 背負式安全帶 就是要使用在 峭壁雄風這個地方 因為這裡非常的可怕喔 做好一分的安全 一分的準備 就多一分的安全 就這樣子 走到哪 就勾到哪裡 就勾到哪裡 好 好 更正 多一分準備 就多一分安全 好 就多一分安全喔 喔 耶 上來到一個 並不知名的地圖 好 繼續往前進 我們已經順利通過峭壁雄風囉 好 繼續前進 到一個不知名的地圖 看也看不不 現在大概位置從5號 5號這邊 6號7號 應該是6號跟7號間 然後等下到8號5寮間 然後再切另外一條路下來 到2號 好 不知名的地圖 這好像有一點歷史 2020年7月20日 好 繼續前進 感謝前人 一路上做很多安全的措施 然後把勾勾勾勾到另外一邊喔 這裡還安起來 來走 好 上去 上切 上切 走 我們過了峭壁雄風 依然走在林線上面 然後有經過一個蓮花池 太牛逼了吧 既然這有蓮花池 還有開花 也太厲害了吧 生命的堅強真厲害 繼續往前 小優 這裡是要勾 這裡要勾 勾,勾起來 這也是類似 翹壁雄風 所以我都有做好一份的準備 就多一份安全 背負是安全帶 雖然重了一點 可是 保障你的安全 我目前在山上看到山友都沒有人這樣做喔 那就是只有燕子這樣做 有些燕子說 你們裝備怎麼那麼齊全啊 我說說 他有一點重 勾好 繼續往前進 嘴叫你勾在那裡 你很好笑 啊 用做的 啊 這不用勾啊 這先收起來 這裡就比較安全了 這就算不小心 這還有一些樹枝樹林擋住 相對的比較安全一些 相對的比較安全一些 所以就不用勾囉 往前囉 現在位置剛剛是峭壁雄風 這邊是山腰 剛剛不是峭壁雄風的嗎 三十米下去 這邊 這邊 然後我們走比較困難的 走吧 我們去走峭壁雄風 那 剛剛那好像不是峭壁雄風 那是峭壁雄風的前沿喔 好 走 走啊 這條走 剛剛那簡單的地圖告訴我 前面那個不是峭壁雄風 我們現在有個箭頭這裡 還是峭壁雄風 另外有一條路 有山腰路是簡單的 峭壁雄風 這是困難的 我們挑戰困難的 走出發 好 扣好 腳要扣好 對 扣好也可以上 扣好沒問題 我們剛從這邊爬上來 往上喔 現在並不求快 要求穩 旁邊繞過去 從旁邊繞過去 並不要挑戰困難的 對從這邊繞過去 這邊也是鹹癌 院子沒辦法裝熟 等一下 剛剛從這邊爬過來 有點驚險 挑戰困難的 等一下小藥 把鼻上來啊 上去 為什麼你的勾勾都是我在負責 走 等一下 在這邊休息一下 小座休息 超級累 爬上來了 上面的風景是這樣子喔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美啊 燕子好累 在這邊休息一下 從這邊這樣可以看到 岩山飯店 在這裡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概在這個位置 過去一點點 這兩個電塔的中央這裡 岩山飯店 然後燕子來這邊小座休息 雖然六百公尺的山 爬的 好超累的 然後做安全繩索 就多一分保障 有完沒完啊 還有 走不完的路 這還有個人畫棋盤在這裡 在山上要有公德心 不要破壞環境喔 還有兩個棋盤 有個姓真的先生 我愛春春都出來了 大家保持公德心 這邊也是蠻可怕的 往下屁股朝下 哇真的是有完沒完 是好多啊 走在鹹海上喔 大家看一下 這邊是走在林線上 左邊右邊都是鹹海喔 繼續往前 應該是橋壁雄風 你看對面有人 喔那個剛剛那個帥哥 嗨 那就是獨立風啊 那邊 走 前進 哎呦 這要小心喔 我們已經過了這一段 超驚險的 好繼續往前進 這次真的到峭壁雄風啊 哇 這次真的到峭壁雄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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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右邊都是鹹海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驚險啊 超級的危險 超級危險 剛剛對面獨立風的帥哥 已經在那邊躺平睡覺了 啊 一直往前喔 步步驚險 步步為營 草木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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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到了最驚險的路段了 我們等一下要從這邊下去 哇 沒錯就是在這裡 啊燕子要準備了 你先到前面 現在燕子在這邊 這峭壁雄風30公尺 垂直往下 那我準備一些繩子 綁在有油身上 那我就替他做好安全 那我等一下就沒有辦法自己做安全了 那自己小心 好 那我先攝影一下這裡 那我們就往下囉 敲壁雄風 這個太陽非常的大 是這樣子啊 大家看一下 燕子曬的快受不了了 現在30公尺垂降 好 我們也不打算去獨立風了 好 我們今天就到此為止囉 那我們等一下 過了敲壁雄風 就直接往下切了路囉 那燕子體力有限 那我們先把油油先送下去 你有開始路了嗎 開始了 好開始囉 我先把油水倒一半就斷掉喔 你要穩子到一半就斷掉喔 你要換到那個油油 另外一條 虎頭峰耶,我靠 竟然這裡有虎頭峰 沒想到那麼快就下來了 我要同步下線了 柔柔跟燕子都從平安 從峭壁熊峰下來囉 30公尺的垂降 現在有虎頭峰 因為燕子跟有油的體力有限 請大家包含 那我們就 沒有去 獨立峰跟 五寮間囉 等下一次有機會再來 反正山的風景永遠都在 我們 人體力安全第一 那我們現在就找路往下切囉 這就是五寮間的往上 前面就是 這就是 獨立峰往上的路徑喔 不過也不上獨立峰了 這就是 往獨立峰的路 往上 還真的蠻高的 剛剛上去看 真的獨立峰蠻高的 還有五寮間的三角點 也是蠻高的在那個角落 好,先收線喔 先收線,準備下切 我們研究下山的路喔 這個赤壁雄峰 前面這條赤壁雄峰 下來這個30公尺的獨立峰 這有一條路 到新北市這個接點這邊 新北市就不用走沿路回去喔 就直接就下側下山囉 那一路上怎樣 我為大家介紹 那個新北市那一條路 好不好走喔 好,我們走囉 我們從獨立峰離開囉 往這邊 哇,有人寫英文 看不見 請保持功德行好嗎 請保持功德行好嗎 現在這又有一個閒崖峭壁 來到這裡喔 還好先人磕了一條路 可以過 不過安全勾繩要勾上 好,往上囉 好 這邊 很危險,超危險的 小優,你先走 這底下好像還有路耶 喔,應該是同一條啦 好,過去了 喔,好喔 要下千 對,要來 往後 往後像剛剛這樣子 我這視頻還要掃機 等一下 掃機 掃機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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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的風景喔很漂亮喔 腳又已經平安到底下了 上面是獨立風 我現在已經往下側 剛剛從這邊下來喔 好往前走 等一下要小心喔 往下側要小心喔 知道嗎 等一下應該勾的地方要勾好喔 什麼Lina 抓好抓 我們剛剛珍貴的資源梳跑掉底下去了 還好撿得到 小優現在正在下側 我現在正在這邊 排隊 正在排隊 注意看踩好一步再一步 從這邊下側 先去撿書吧 你在那邊稍微小坐休息 換把鼻的喔 剛剛從這個縫側下來 再打橫 從那邊再下來 再從那邊再下來 好 再往下 這一路上都不好走 又是一個驚險的下側 這有階梯 這有階梯 好走到不能走為止 好這邊沒得走了 要用雙手囉 燕子要用雙手啦 好我下來了 換油油下側 小優 踩好一點再一點 我已經累到不行了 不曉得 爬山中毒 跟去 日本中毒一樣 去日本的時候 當下在日本就覺得 好像沒什麼 沒說來 可是回到家裡的時候 就一直懷念的日本 就是日本中毒 現在是爬山中毒 我們到 五寮間登山步道導覽 剛剛我從峭壁熊峰切過來 就剛那一段不好走的路 全部抖下 那這有一條路 往 金龍市 往金山三季 鹹塘 然後在下切 這裡切過來也可以 或這樣 照沿路切回到 一里三行也可以喔 好 等一下我們就往下切了 應該是這一條 哇小優已經累攤了 陣亡了 這有路嗎 等一下我確認一下 隨時都看一下GPX的地圖 現在在 現在就在新北市這個 新北市這個點 下切就會到新北市招牌 往下切 就會到那個 到那個寺廟 就可以直接切下去 一里三行 一里三行 小黑文釘我 從那邊釘 往下走 就一直 我有做記憶 一直往下走 就可以到 一里 商店喔 只要一停下來 小黑文超多 真可怕 現在 確定之後 從這邊 新北市 這個招牌 這裡 到一里三行 總共有1.6公里 下切有33分鐘 往下走囉 好了我們從那個市府那個招牌 撤下來了 現在已經看到一個招牌在這邊 一樣是市府的招牌 等一下研究方向怎麼走 好市府招牌 這是往五寮間 這個是 好走 那三腰路 然後這條是登山路口 往這邊就對了 然後這一條 往這邊指的是我們往這邊 獨立峰峭壁峽峰的路 就往這邊測喔 從市府招牌過來 就一路好走 都算平路喔 很好走 很好走 就是剛剛那個 前面說半山腰可以到五寮間的 路往這個方向 就是到那個五寮間 三角點 小佑不要用跳的 踩穩 這一路上 前面有山油 那記得大家上山就要下載GPX的地圖 就是 離線地圖喔 因為Google的地圖 只針對 道路 機車汽車走的 那 我們一般 登山的 都沒有 都沒有路 所以多一個動作 下載GPX地圖 就多一份保障 那我們剛剛在山上看了好幾次 我們在山上可以確認正確的位置 如果走偏了 可以立刻的修正回來喔 這是一個登山必備的救命的一個App 其實就下載在手機裡面 這很重要 那我們往下側囉 這一路都很好走 一路下來 輕鬆一塊 那如果從這邊上去 就很痛苦 石頭的階梯 一樣很大 喔 到那個新北市招牌那邊就受不了 可能要休息好幾段 現在下山塞車中 我們剛剛那位大哥的指引 經過這個多了三分鐘的路程 然後下來就到這家商店就可以買一些礦泉水出跑之類的 只要30塊不貴喔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分享 請開小鈴鐺喔 哇我的GoPro摔壞掉了 啊你給我GoPro摔壞掉 哈哈哈哈 好逼 剛剛認識幾個新朋友 幫我加入Hello燕子 好謝謝你 感謝大家 呵呵呵 今天叫Hello燕子 Hello燕子 謝謝 來不然你就 拍水啦 是我拍水 今天無聊間影片就到此為止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請訂閱按小鈴鐺喔 那我們下一集見 拜 剛往下側的路線發現這有一個廢棄的煤礦坑喔 是不是很有feel啊 好 我們繼續往前走囉 這裡超有feel的 對 對 這裡很多網紅都要來這裡看 真的 真的 這個門是什麼 其實我有點搞不清楚 也是廢棄的 永達煤礦 喔永達工廠 對可能是辦公室還是什麼的 哇這是廢棄的煤礦 來來來來 網紅一號 哈哈哈哈 來來來 網紅一號 網紅一號 你的親朋好友知道 因為這就是個Youtuber 好就這樣子喔 掰掰